各位阿曼台 各位好 這個科的...這個科的題目是... 意思就是錯人 這個問題也是...很奇怪 是...幾乎 那開始是這個問題 那我們的角度是在... 我們在建構上了... 在法例來的地方這個問題 現在大家可以... 自我作答的 你是哪一坨人 他在用... 你稍微下來 你... 待會... 我會變 那你一段時間 你自己做的... 做的紀錄一下 首先... 這...有... 就是說這個問題... 有幾個... 的問題要先說 這個... 這個... 世界的人權選項... 83條到85條 在你講... 人人... 會在... 國國... 這個... 原來... 可以自於的遷徙... 記住... 也可以自於... 整個國家... 包括它的本國... 還可以... 翻回它的本國... 啊... 人人享有國籍...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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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如果人的國籍... 不得...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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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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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現在... 這幾個東西... 是... 規定在... 世界人權選項... 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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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魂的割浪... 會造成... 人民國籍... 變動的嚴重... 但是... 不一定啦... 因為... 人民還有選擇... 國籍的潛力... 該次... 有千里的潛力啦... 所以... 國籍變動... 是不一定的導致... 這個... 國籍的... 變動啦... 他... 必須要... 有一定的程序啦... 就是... 第一個就是... 要有... 自願... 那... 第二個是... 有意願... 第三個是... 要合法... 就是說... 國籍變動的時候... 第一個自願就是說... 自願放棄原來的國籍... 你放棄原來的國籍... 要處於自願... 那... 第二個意願就是說... 你... 國籍變動嘛... 你取得新的國籍... 要... 你自己的意思去取得啦... 那... 第三個就是說... 你放棄原來的國籍... 要取得新的國籍... 都要經過合法的程序... 我們... 我們說這個... 你說... 就是... 這個... 自願放棄原來的國籍... 取得... 由意願去取得新的國籍... 然後這個... 放棄跟取得... 是要經過合法的... 的程序... 我們來... 以這個來... 檢討我們的國籍... 這個台灣人... 1895年4月17號... 這個馬關條約... 第五條... 就是... 本條約批准好... 兩年內... 日本准... 中國讓你地方的人民... 願意遷去... 這個... 讓你地方之外... 任變... 任... 任變賣這個... 所有產業退出界外... 但... 借完之後... 會遷去的話... 他就是... 視為日本... 所以視為日本... 成名... 他說... 你這個... 馬關條約... 4月17號... 批准... 6月17號... 批准之後... 兩年之內... 到這裡... 當時... 大概有... 兩百多萬的人... 經過兩年之後... 經過兩年之後... 沒有離開的人... 繼續住在這裡的人... 他可能就會變成日本人... 那... 各位的祖先... 一般的四十幾啊... 各位的在場合... 一般的祖先... 我們... 各位的祖先... 應該都沒有離開... 那時候都沒有... 都沒有選擇離開... 都繼續住在這裡... 那... 這表示什麼樣的... 這個客人... 在中國方面的... 就是... 他好像出際的一個... 那個... 戶條件的希殼書... 出際希殼書... 他說... 他... 在這裡的人... 他... 就是說... 繼續住在這裡... 就... 放棄... 中國籍的那種的... 藝術裡面... 那這個... 出際希殼書... 在台式生肖... 就是說... 這是... 日本人... 在台式... 在台式... 當作一本人... 其實... 會同時發生效力... 他說... 這兩年裡面... 他說... 有一個意思... 說... 他選擇放棄了... 清朝的國籍... 然後... 他願意... 被當成日本人... 那... 這個... 這裡面就... 還有... 就是說... 國家同意... 親國同意的... 同意放棄國籍... 是以那個日本承認你... 做條件... 同時生效... 那... 當時... 變成... 一本人... 就是說... 這五十年裡面... 第19... 1937年... 這個... 黃冰化運動... 包括... 當人家改名... 做... 一本名... 啊... 所以改名... 這個人... 一本人... 一本人... 就是一本人... 啊... 到... 1945年... 4月1日的時候... 一本... 將這個... 日國地本憲法... 實施在... 前台灣的經驗的時候... 喔... 現在... 所有的台灣人... 都... 變成一本人... 有什麼政治... 喔... 就是說... 日子世界的人... 是... 有很多... 比如說... 有很多... 有很多... 我請問... 這些人... 有日本的... 進國神社... 應該沒有... 但是... 當時有... 27656人... 台灣人暫時... 有入... 那個... 日本的... 進國神社... 這就是一個... 證明... 證明... 一年前... 台灣人... 都是... 日本人... 經過50年... 他... 就是說... 經過50年之後... 他... 從... 公司... 民地... 變到國土... 他就是... 跟國籍... 確認... 就是說... 都變過來了... 那... 後來... 1945年的... 9月2號... 這個... 中國... 依照這個... 麥克拉社的命令來... 台灣人接受... 日本人投降... 這個... 這個... 佔領... 他... 有... 變更的... 變更的... 變更我們國籍的... 一種的作用... 他... 剛才... 這個... 剛才... 也說... 昨天... 有很多人... 很多台灣人... 沒有... 他... 這是... 要回歸... 那... 看... 這的人...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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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放棄資本籍 那有沒有要取得中國國籍 有 可是你要檢討第三個條件 合法 醫務好不好 沒有 根據什麼 根據他的國際法醫務規劃的程序 第一個就是說你要申請嘛 你要去內政部的即可 國民政府的准許 然後在公報要公佈 這樣才有符合這個法定的程序 所以當初的那些是有 那個醫院 但是他符合 國民政府的憑務 中華民國的憑務 並沒有在公報裡面公佈說哪一個人變成中華民國的國民 沒有 沒有這個程序 所以說他國際上是 就是說這種情形是不會沒有產生效力 然後還說 中華民國一個 一隻 少一個一分起來就是美國在台灣 這個美國領事館的這個 威廉摩根 他一分起來說 在1945年10月29號的中國人說 要欺離600多萬的台灣人 因為他們不是中國人 這個也是一個證明啦 就是說當時他們的一切不把你當成中國人看 然後這個還有就是說他後來因為妻禮不成嘛 就是說發布這個行政命令1946年的ES6號 傑昌至0397號簽譜說 自1945年的10月20號起台灣人結婚恢復違罪 恢復違中華民國國籍 這個這樣才有效力 其實這個 第一個就是說違反他們的國籍法 根據他們的那個憲法 這個命令抵觸這個法律 這個是無效的 這是他們自己的國內法就已經沒有了 在國際上這個英國跟這個米國法部外交外秘書 否認這個事情 否認說這個 國政台灣人就先 就是把這個台灣人恢復回日本 中華民國國這個事情 這是無效的 所以從 上面的這個 他的不管他的國際法 是國際的那種外交來看 都是沒有發生病跟的效率 再來 再來 根據這個 占領不宜人主前這個 國際法 他占領金 他也不能強迫這個住民去現實效忠他 所以他也沒有這個潛力 根據這個占領 他也沒有潛力來變更 占領地人民的國籍 那何況他只是代理占領 他更沒有這個求見 再來 這個日本 一定 195年2月 判決除去這個台灣人的日本國籍 國籍 這個東西 在法律上的效果如何 當時 世界人權已經發生效率 他說 20萬條 不得真力剝奪一個人的國籍 何況他就是 一下子全部把這個600萬多人的 日本國籍都切除掉 這個 這個東西是違法的 因為他造成台灣人的國籍 這個國籍就是 去年這個 我們這個 我一個在美國那個 訴訟的判決已經確認了 證明說是很當 似乎他那個判決造成 台灣人的國籍 這個 就是 違法世界人的先年 譬如說沒有 這個重大的違法 就是 這個 我是覺得這個判決應該是無效的 但是他無效的形勢要更大 我們 應該是有辦法 把這個東西棄出掉 再來有一條 大家 都不解釋一個問題 這中日合約第十條的性質 它是 它說什麼 這是包括特派 這些都發生錯誤的解釋 其實這個 中日合約第十條 它是 它 那人說的總共是什麼 195.204.28號 那人像台灣有 六百多萬的 本土的台灣人 和百多萬人的這個 這個 中國人進來 所以他發這個 求是說 這些人 到底什麼人是 中華民國的人 要依照 中華民國的法律來 認定 那依照中華民國的法律來認定 這 起來八百多萬人 裡面 什麼人是中國人 什麼人不是中國人 他的條件是說 他是說你的特別老婆 是中國人的位 這樣你的中國老婆 你的特別老婆 如果不是中國人 你就不是中國人 他們這是協同主義 從這個角度來看 在座港有人 你的特別老婆是 中國人 應該沒有 不過我們這個團體裡面 也有這種 所以 這個 中日合約他其實只是一個標準法 就準 就認定 這個人到底是哪一國人 依照什麼標準來看而已 他並沒有規定說 把這個台灣人就視為 這個 視為中華民國國民 這個意思 因為這個當時這個 這個國會的日本 外務省的亞洲機長 回到英俄 一定呢 日本國會的省力也有共 所以各位省力的 以中華民國的合約 並會以 決定何處是中華民國的 領土 誰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的目的 來談這個條件 來談這個合約 這裡並沒有寫了說 其有關領土的問題 以及領土的規矢 或者是何作為中華民國的國民 這樣的 的意思在裡面 所以 這些獨特的 都誤解 網路上也都說 這些根據這個 就是 台灣人就是中華國國民 這個是不對的 看我這裡 不知道你們 會先 你是哪一國人這個問題 好 沒有發生不同的 結論出來 所以十二號 十二號才對 沒有交正對的 然後 找問題 我們來 四十二號 這裏有什麼問題 這頭上 第一條 第一條的 第二項 今天是一般 九五年四月十七 中日麻煩教育 這個教育不是叫做中日麻煩教育 哪一家是太陽 農國師官 就是不釀 他應該叫做一般條育 一般條育 已經一般條育 就是一般條育 兩倍 再來 請大家 誤 四外育 之一 這一千 一千麻煩教育 大千 大國 這千麻煩教育 的時候 他的公名 叫做中國 所以 他在這裡 現在 它奉替中國節,這樣不對,奉替代青國節才對 它的國家不是叫做中國,它的國名不是叫做中國 所以它的國節不是叫做中國節 這要改為代青國節 請大家再放到四十三頁 四十五頁 四十五頁 四十五頁最頭上第五頁 中銀好用 也不是叫做中銀好用 這是中國書官 應該叫做台方好用 還是叫做銀青好用 這個不影響那個同一性 不會說這個文件 不然有這樣 我覺得我們看到幾個台灣文獣 因為看到一個民產技術 它叫台灣建國 第一,知道很簡單 做很困難 因為這是比國 我們做國父親的杜勒斯 用心理下的 它這個 英文技 英文版 它主要是 一、二、三、九、六頁 要給我們一個 它的文件 我們是 違反被別 寫禁止 縁住 ROC 所以這個功能 我們比別 就是違反世界世界的人權 第二 它一定 他有 一條條條 一直講 法利上ROC的人 跟我們 我們本身台灣人 一條條條 先明明下 所以這個,我們就是說我們是在這邊 那個空氣,因為我們的工作就是在這裡 所以因為這條條用,讓我們精準,我們要納粹,太夠用 這個管理也是太煩惱,美國放好幾 但是,如果1971年9月23日,這個條用就是日本和北京政府 這幾年有多分類的錢,所以這個條用,日本可以做 所以這個以前是台灣沒有通知的法律史 1971年9月23日,他就沒有法律史 這個問題,大概在這個講義裡面是有 看大家現在有什麼疑問,發覺出來的可能性 另外,如果說沒有的話,我們有這個 這個法案出來,後來進一步就是申請的問題 申請的現在這個,不然有設計的申請書 其實如果確認的時候,各座會向各座申請的 那,現在,秘書長給我們的消息說 如果是一千萬分,這個大概會翻過來 那這個時間,我想就交給秘書長來的 謝謝 掌握一下 謝謝 謝謝老師 請坐 谢谢大家